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KFK研究院 在前面的视频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很多KFK预言和现实问题的关联 在后面的视频当中呢,我们重点将讲述KFK的未来世界涉及到的各种主题 比如说灵性啊,未来学啊,神秘学啊,等等相关的所有的一些问题 大家好,最近呢,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美国股市 当然呢,美国股市也带动了全球股市的联动 美股暴跌,而且在一周之内两次熔断 那么我们不禁要想啊,这个会不会是KFK预言的全球股市结果的预言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美股在连续一周两次熔断 星期一和星期四 而且呢,在周四的时候大跌了 接近10%,2352点 是从1987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跌幅 而且我们从这个日线上大家可以看到 美股从最高点29000多点跌到现在 接近30%,30%的跌幅 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内 实在是太恐怖了 所以呢,不禁让我联想到 是不是KFK预言的全球金融系统结局的一个预言 那么KFK到底是怎么去预言全球金融系统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当时有朋友问啊 现在的行情适合炒股吗 然后KFK说 在我的青年时代 全球股市在一个小时里全部失去意义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全球的金融系统在一个小时之内灰飞烟灭 这个确实非常非常的难以理解 但是我相信经历了这一次美股的大跌 很多朋友可能能够体会到 这次美股的大跌 当然最意外的因素 比如说油价大跌 说是沙特和俄罗斯没有弹拢 减产导致能源大跌 然后呢 再加上全球的现在的这个极端情况啊 当然这个极端情况呢 我觉得应该说很快会缓解的 但是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 美股大跌 然后呢 全球的股市都全部都是大跌 当时呢 KFK还提到了 在一个小时之内 全球金融系统崩溃后啊 人们将不再败金 转向对内里文明的追求 这个讲清楚了 未来人类这样的一个发展脉络的原因 当然金融系统的崩溃呢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 但是对 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对人类重新追求精神上的文明 是一种解脱吧 但是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从这一个月 整个全球股市的走势 特别是美股的走势 大家可以体会到 所有的金融系统真的是不堪一击 这个还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就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很多的朋友也不相信 对吧 就像当时有朋友问KFK一样 啊 说 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金融系统 怎么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崩溃 然后KFK说崩溃前当时的人也不信 说了与你一模一样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联想到我们现在自己 可能其中有一部分朋友呢 也会去炒股啊 或者是进行金融方面的工作 或者是通过这种方式赚钱 对吧 那么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很难理解 为什么美股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内 跌了接近30% 当然了这个还不是所谓的崩溃了 但是这个已经涉临崩溃 对吧 所以呢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在未来发生更极端的情况 会怎么办 对吧 当然了 呃 话又说回来 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 我觉得希望是仍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KFK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啊 他说的是 在我的青年时代 全球股市在一个小时里 全部失去亿 因为他出生在2020年 也就是在今年 所以他的青年时代 我觉得至少应该还有20年左右 20年左右 对吧 那我们估计一下 应该是2040年左右 2040年左右 所以呢 现在的这个金融系统呢 我觉得希望还是在的 所以呢 如果说真的有朋友 从事这样的一些 啊 事业或者是工作的话 金融方面相关的 或者炒股啊 我觉得不用过于悲观啊 至少目前阶段上来说 因为KFK预言的是 应该是20年以后 按照 全球金融系统 每10年一次波动 也许在2030年会再波动一次 然后呢 2030年左右啊 因为上一次呢 是2008 然后这一次呢 2020实际上 差不多偏差10年左右 然后呢 2030 2040 那么2040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关注 但是目前阶段 我觉得是希望扔在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道琼斯指数的月线啊 哪怕是在金融危机期间 也就是2008到2009年之间 他道指呢 从最高点 14200多点 跌到了最低点 6440 也跌了超过了50% 哪怕是这么大的一个跌幅 但是他随后的几年之内呢 他还是起来了 美股如果说 从他的这个长期线上来说 基本上 他不管跌的这么的凶啊 他最后还是能够起来 所以呢 哪怕我们看现在的 最近的两个月线 非常的凶猛 但是呢 如果大家保持好仓位 做好这个资金管理 我觉得还是可以应付 或者说可以 比较从容的度过 这一次的经济危机吧 至少这个不是彻底的崩溃啊 他只能说是回撤 也许会达到50%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觉得希望还是仍在的 大家 呃 这里不跟大家谈炒股的问题啊 但是我是想跟大家说 这个KFK的预言 他指的是他的青年时代啊 不是2020年 嗯 但是呢 我们不禁要设想一下 如果说在未来更极端情形出现 怎么办 因为大家看到了 现在的这个情形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病 对吧 一个FIRUS 啊 一个FIRUS 而这个FIRUS呢 在全球引起了恐慌 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个恐慌 至少以现在的这个医疗系统 包括气候 马上就要进入到比较暖和的夏天 那么相信再过两三个月 这个整个的情况应该会有极大的好转 所以呢 像现在这种极端情况呢 它还不是未来更极端情况的那种啊 那么即使是在这么小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有一点点极端情况下 美股都跌了30% 你可以想见一下 如果未来出现更极端的情况 比如说核战争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更极端的事情 对吧 那就很难预计了 所以呢 我觉得人类的希望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真的需要发展 类里文明 就像KFK说的 如果说我们能够提前的 把对物质的追求 转入到在精神方面的探索的话 我觉得人类在未来可能会发展的更好 而且也许能够避免更悲惨的命运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所谓的战争 所谓的冲突 全部都是因为人类过度的追求这种物质 哪怕是政治 其实最终的还是涉及到利益嘛 对吧 如果人类能够过早的去 转入内里文明 转入精神文明的关注的话 也许能够避免未来悲惨的结局吧 我也希望人类能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好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哟 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的下一期节目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